大家好我是豪豪 耶!大家好我是葉悅 今天我們要開箱一個東西 還叫我們的Full Force 然後它裡面有個SP賞 Full Force就是Full Force 這邊有個Full Force 我還沒拿出來就在那邊Full Force 讓我猜看有多大隻 你比給觀眾看 超過這麼大 依照滅鏡龍的慣慾 那聽說 這隻大家可以挑 那目前在錄一天已經五千多就選擇了 因為一番場裡面也就贏 那這隻是 有一天我騎摩托車回家 然後那天下大雨才打 然後我騎到家裡有時候 突然告蕾打在我面前 差點打到我 打到地上之後發出一個金光 然後我發現地上那個也是地上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 好那我們來看 它裡面的配件就是一隻 就是 塑膠棒 歐金錦 歐金錦 不知道什麼鬼金棒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它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名稱 鬼的棒子 越講越奇怪 鬼的哪裡的棒子 它手上 車上獲得 獲得那個棒子 好 再來是一個指甲 夾在後面 再來是一個底座 這個底座我看了就有點不太爽 不會啊 很不錯喔 很不錯嗎 它應該要樹積的應該像冰座紅這樣子 就是地台至少也是一個場景 阿媽就是一個黑黑的場景 好啦那我們先主槍 好它這大概是 是這樣子阿 它就是歐金錦 他是這樣拿 ㄟ金錦你先拿 他是這樣拿 是嗎 是這樣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細節之前 好 GO GO 其實我覺得 以頭雕來看阿 刻畫的算很棒 因為 凱多 很常喝酒 喝起酒來會發酒瘋 然後他也溺怒 所以他這個臉做得非常生氣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那個 咒紋都是有刻畫出來 那他也是有做一些就是 爆金 我們臉這邊看完了嘛 再來是看他這個水柱 這很長 然後其實很軟 不要亂白阿 還有一段 對 那再來就是看他上面這個腳 對他的腳做得很棒阿 就是沒有說 做得那種光滑塑膠感 他至少還有做一些 紋路跟戰純 很棒 然後再來是他的腳也是有做漸層的配色 看後面這邊加黑 中間中段變白色 再出來就變 再變深 由深轉白再由白轉深 這樣一下看 其實這個整身的肌肉我是覺得做得很棒 很屌 這個肌肉真是圓打過來 看他的那個 側腹那邊 真的很狂耶 很狂啊 這肌肉 超太狂了 這麥當勞都99耶 10塊賣過去七塊 麥當勞換了送 那再來我往下看 就是他這個 側腹這邊 有一個跟魯婦一樣的那個叉叉 不知道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知道那是什麼 什麼 因為他以前已經是被人家騙 對 被人家騙 所以他賣色 對 他的菜少一顆 那主治醫生是誰 玉田 對玉田 不要下班好嗎 OK我們再來我們旁邊看 好 在這邊看過來 帥耶 那是龍鱗吧 對 好啦 反正就是他這個紋身 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他做一個 單一的色調 然後 看起來蠻亮的嘛 就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如果做一點粗糙感 然後會比較好 對 就是跟這個皮膚要匹配 跟他這個身要匹配 他做這麼亮感覺好像就是 化上去 油漆漆上去的 你用油漆漆漆的 這邊也是啊 用褲子頭 這褲子頭好像也是用 用油漆漆的 那如果多做一點衣服的話 我覺得就會比較好 做一點漸層色 然後 不要用這麼亮色系 用暗色系 好 再來就是 下面就是 褲子這邊 也是 是做的 不錯啦 像他這邊 也是做漸層的 就是油亮到 油亮到深這樣子 那 他衣服這邊 以前 古代人 或者是一些日本武士 他不是會穿和谷 然後打架的時候 不是會把和谷弄開 對啊 就是差不多是像這樣子 那他這個衣服也是 飄飄藍的感覺 很有feel 對 很棒 然後他也是做漸層 這邊是 由深到起 對 然後是做比較像霧面吧 那再來是 吊飾 手飾的部分 因為他手這邊不是有 手鍊 對 他有上金屬色 對 但是他不是做 我們所知道的純金亮明 他只算你 暗金色 暗金色 對 我覺得暗金色反而比較適合 凱多這個角色設定 欸 再來你看中間這裡 不覺得跟我們手上很像嗎 對啊 他有把那個 線都畫出來 我們的那個生命線跟事業線 叫什麼 掌紋 掌紋 對 掌紋 嗯 他有畫出來 他有刻畫出來 我就覺得這邊 是不是做得很細膩 真的很棒 好 那再來就是轉過來 其實凱頭頭髮算長啦 這是他的頭髮 這裡這裡這裡 然後這邊 因為頭髮也是 做 飄逸的感覺 他頭髮是不是本來就比較 有點算拉搭的感覺 其實這樣比較像浪人 那個感覺 對 比較像他那個設定 那再來再往後就是 他的那個披風 就是他披風 也是做飄飄軟的感覺 很飄逸 對啊 這是他的披風 就跟著他的動作吧 對 因為他這個動作就是 狙起他的歐金頸要往下打 歐金頸 好 對 那我們就把 歐金頸拆掉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歐金頸 酷 你這句話 這肯定黃標了吧 我靠 好我們來看 他沒有做很單調 不是那種很光滑 比較像是那種鐵器 鈍器 你用鐵鑄成之後 他會有一顆一顆的那種 顆粒的感覺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接縫處有點大 那差不多是這樣啦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他這個 這個環 他這個接縫 他這個感覺很鬆 有點鬆 真的有點鬆 整體來看 整體來看 對 我給玉的評價極高 很棒耶 以我目前開過的PVC 一番賞 我覺得這隻算是很頂尖的 這隻很屌 上初 布羅利我有嚇一跳 這隻真的屌爆 又讓你嚇一跳 這隻真的屌爆 對 好啦那差不多 就是這樣 那總結一下就是說 他的優點 就是剛剛講的 細節配畫很棒 對 然後戰術 跟射折 對 都選得非常的好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 披風、頭髮 一些飄逸的感覺 都做得很棒 對 那缺點的話就是 他的那個紋身 刺青 對 做得太光鮮亮麗了 我覺得 有點不太搭 怪怪的 對 怪怪的 看起來怪怪的 那再來 另一個缺點就是 他的那個 歐盡頸的那個 上面那個扣環 太鬆了 對對對 以上講的缺點 除了他的那個刺青以外 他這個扣環可以用黏土 或是一些膠來黏土 可是其實那個刺青也是 也是有辦法 所以其實缺點也不盡難 真的都不好 對對對 反正收藏嘛 對 搞不好人家家有一個一比一刀 然後每天這樣子 起床 起床 我起床一 看我跨幹掉 好啦 那就是 差不多是這樣 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是這樣嗎 不是 還是這樣 這樣啦 蛤 好緊緊 這次沒有玩過記憶遊戲是不是 那個什麼 不對 幹你真的沒有玩過記憶遊戲 沒有啊 蛤這樣 不是嗎 是不是這樣嗎 幹你捏 這邊你還在路嗎 沒有了啦 超乖的 飛氣喔 這麼好刮 欸哭喔 沒關係 笑得辛苦 他開過的第一次就這樣被我們 哭啊 哭喔 白氣喔 你是白氣喔 停了吧 又沒在路了吧 欸幹還在路耶 聽起來 在路上 也沒有 不小心 有